各位歡迎收看朋友大家好 我是節目主持人宇慧 歡迎您收看回藍JN卡節目 今天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是兩位花蓮相親的好朋友 就是要提醒大家 5月份暴稅季節到了 不過今年因應新冠肺炎疫情 我們的暴稅也有一些新的措施跟新的改變 所以今天請到兩位專家到現場 跟所有的鄉親朋友來提醒跟報告 首先歡迎在我右手邊 是我們北區國稅局花蓮分局的分局長張雅錦 張分局長你好 我們花蓮的鄉親大家好 右手邊這一位南區的鄉親可能比較熟識 這是玉里居增所的主任 葉真真葉主任 大家好 今天兩位到節目中來其實他們都很緊張 因為每次到這個暴稅季節 真的就是如臨大敵 而今年為了因應新冠肺炎疫情 真的是國家為了體恤相親真的很艱苦 現在各行各業很不景氣 那想到報稅又很痛苦 可是呢 所以今年在申報眾所稅的部分 我們財政部也做了一些新的改變 跟新的措施 希望可以對相親更有一點點幫助 那這一部分趕快就先請教我們的張分局長 先跟大家報告有什麼不一樣呢 那今年的報稅的這個日期 為了因應這個疫情 所以我們財政部今年就把報稅的這個期間 從5月1號延長到6月30號 那這個讓鄉親呢在這個兩個月的時間呢 好好的這個做申報的一個準備 不鼓勵大家撐到最後一個月啦 只是告訴大家說 如果最近有被居家隔離不方便的話 可能就是延長時間 所以今年的種水稅申報是從5月1號延到6月30號 日期不一樣了 那還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們花蓮分局啦 那我們為了這個因應這個疫情 所以我們整個花蓮分局 從這個6樓我們就移動到1樓 那我們在1樓呢 這個也有做一個戶外的一個收建區 然後呢這個1樓的裡面呢 才設有網路申報區 查調所的區還有稅額試算專區 另外還有這個納稅人的自行上網區 那另外我們在1樓的部分 因應疫情 所以我們依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一個規定 我們叫民眾呢 在如果進來申報的話 除了要戴口罩之外 另外我們有進行那個量額溫 那如果說您發燒 額溫的這個溫度超過37.5度的話 那當然我們會請你說 可能就必須要用另外的方式來申報 那人數的部分呢 因為剛剛提到分流 那我們知道每年報稅 就集滿了好幾百人 那在人數部分 我們是不是也會進行一些控制 是 那因為我們這個空間有限 所以呢整個的 我們會限制可能20個人 現場的民眾 就現場的民眾只能容量20個人 那如果說超過20個人的話 那我們就會請 因為我們也是抽號碼牌 所以我們請超過20個人的話 我們會請民眾呢 這個在我們戶外的一個等候區來等候 那等候我們的交號機 然後再依序進去 是 所以今年我們會發現 整個國稅局要報稅的時候呢 是改到一樓了 會有大帳篷 就是一次限20位進去裡面申報 那依照號碼 號碼牌 那請大家就在外面的帳篷去稍作等候 那等候的時候記得還是都要戴口罩 這個口罩一定要 現在出門一定要戴口罩了 對 然後再提醒大家特別注意一下 也請大家耐心配合一下 沒有辦法像之前在六樓大廳可以吹冷氣 真的是很抱歉 可是沒有辦法為了這個大家的安全健康 所以請大家我們共體時間稍微忍耐一下 那玉璃的部分呢 我們南區的部分是不是也針對南區 就像新朋友們要做這個申報索得稅 有做哪一些的變化嗎 我們今年也是因為 因應那個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那所以我們本所把服務 報稅的服務場所都設到戶外 所以我們把收件索得查掉 還有網路申報的服務櫃台 我們移到窗邊協助民眾來取號 就取號碼牌 那之後引導分流到 然後我們旗樓有設置民眾的等候區 那那個部分 就是我們引導分流到民眾的座位區來等候 對 在這防疫期間 可以的話就盡量在 盡量在家利用網路報稅 那如果說你一定要到現場來申報的話 那就請佩戴口罩 因為其實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是 OK 好 所以其實每次到這個報稅的時候 我們的報稅場所都是 很多民眾在現場排隊等候 那我們是不是也多了一個 新的一個現場直播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方式 讓大家是不是可以不要在那邊等太久 我們為了避免民眾等太久 所以其實我們會請民眾 先上我們北區國稅局的網站 那有一個熱門焦點 那熱門焦點裡頭有一個 那個線上取號的一個小圖 那民眾呢 那請你到我們花蓮那個分局的這個地方呢 那你就你可以看得到上面有一個 就是說現場等待的人數 那還有一個是叫號的進度 那我們呢就是說叫號進度 那麼你可以用你的手機 就是用就是來預約這個線上取號 也可以上我們國稅局的花蓮粉絲照過來這個地方 那我們用線上直播的方式 那我們會現場讓民眾知道說 現場在這個民眾大概排隊有多少人 我已經排多少人了 對 然後你是不是可以 如果說人數是比較少的時候 那你就趕快測嘛 到國稅局來申報 你就減少這些等候的時間 對 OK 好 所以其實我們一直要控制這個人潮密集度 然後又不希望大家等太久 所以難怪我們今天要多延長一個月的時間 那希望分流 不用擠著在一開始就去 或者是你發現說 今天這幾天人很多 或者是上午人很多 或許你就可以看看中午或下午的時間再去 就是錯開人多的時候 所以線上直播是花蓮北區有 南區玉嶺 玉嶺沒有 我們現在沒有 可是我想補充一下就是說 其實我們轄內 像玉嶺 護嶺 瑞稅 佐西四個鄉鎮公所的財政客 他們今年都有配合去提供 民眾所得稅結算 申報的一個申報收件的服務 喔 這麼好 對 所以民眾其實可以就近半年 就不用一直都擠到我們國稅局了 是 是 是 所以其實現在報稅的方式很多元 也很便明 然後網路依化又很方便 其實大家可以多多來諮詢 多多來利用一下 好 所以剛剛是談到就是 因應這個肺炎疫情的關係 是我們這個時間延長了 動線改變了 那人潮分流了 還增加了這個檢疫措施 那還是要提醒大家來報索的 所以一定要戴口罩 所以這部分要特別提醒大家 那除了大家覺得時間延長之外 還有一個好消息是 退稅提早了對不對 為什麼要提早呢 那為了這個主要是為了因應疫情 而且就是為了讓民眾的資金 調度的一個靈活 雖然今年報稅是延長的期限 但是我們為了基於 剛才講的這個原因 所以我們今年的退稅 第一批的退稅 我們也提前了到6月30號 6月30 但是這個6月30號的一個條件 可能必須要說 第一個你在6月1號前 你已經完成這個稅額試算的 已經做線上 有做線上或是語音確認 或者是你已經完成網路申報的這些人 還有是在5月11號以前 你是用紙本來申報的 那比如說你是用人工的申報書 你是用二維條碼的申報書 或者是你稅額試算 你是用紙本來回覆的 那這些條件之下的話 那我們就說會在6月30號 就來跟你提前退稅 第一批提早到6月相約 那第二批的話 因為原稅是原來的7月31號 那個就是屬於6月2號以後 你用網路申報的 那或者是你來做稅額試算 或是還有一些人工申報書 那就是6月2號以後 一直到6月30號 這些我們會納到 這個我們叫所謂的第二批退稅 對 OK 好 其實中貴一句話 當然是越早完成申報 越提早可以拿到退稅 如果有退稅的話 那當然是 因為也是為了要因應大家 或許必須有一些現金可以使用 所以把退稅的時間延長了 所以等於就在你5月份之前 越早越早 趕快完成各項申報作業的話 就有機會可以在6月30號拿到第一批 然後第一批 對不對 然後第一批 好 這一部分 好 那剛剛講的都是說 我們到現場去做申報啊 或者是說有一些注意事項 那如果剛剛業主委提到說 其實網路很方便 我們自己在家裡上網申報也是很好的 那如果民眾想要自己在家裡上網申報的話 今年我們還增加了什麼樣的新的辯明措施呢 這部分是不是業主委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好的 那我們今年有增加兩項的辯明措施 第一個就是新增一個手機認證報稅 那因為以往我們網路申報都是用 都是用自然人評證或者是鑑跑卡 那必須要搭配讀卡機 就是一個實體卡片的一個 才能夠登入報稅的系統 那今年為了突破這個 實體卡片認證的一個限制 所以我們新增了一個 台灣行動身份識別的服務 那就是用自然人評證 去綁並那個手機或者是平板等 這些行動裝置後 那我們以後就可以利用 這個行動裝置來當作一個身份的識別 那身份認證之後就登入了申報系統 之後就可以查掉所得 或是扣除物額 進而去進行網路報繳稅的一個作業 所以其實相當的方便 用手機就可以了 用手機當認證 這是第一項 這是第一項 那第二項的話就是 我們有新增一個超商可以取得查詢碼 也是這個查詢碼是線上可以查 可以線上查掉所得或扣除的服務 那主要有這個也是因為便利說 現在很多人家中可能就沒有讀卡機 對 那這個沒有讀卡機的民眾 他如果要下載所得資料的話 可能就必須要到我們國稅局 對 以前都要到我們局裡面或是在說 那我們為了這些沒有讀卡機的一個民眾 我們今年就可以請他們到超商 就是Seven或是全家萊爾夫 OK等便利超商 那邊去用自然人憑證 或者是健保卡加密碼 那透過一個多媒體的事物機 來免費取得查詢碼 那如此如果有這個查詢碼之後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在家裡 對 就上網就可以查掉所得 那查掉所得之後 就可以完成結算申報了 所以今年更方便了 對 真的是科技進步 這個整個避命措施也是無限的提升 讓大家不用跑來跑去 我只要手機 那這個如何去登錄 或者是如何去下載 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跟我們的國事決分局 或者是跟我們的計證所 電話詢問一下也可以 那我們有提供一個專線的電話 中心電話好來 對 我們就說民眾如果說 有這些方面的問題 除了我們8311 860 然後轉207到212的電話之外 另外我們有提供了兩支的一個專線 03 就8351360 03 8351360 還有一個是03 8311923 我們有提供這兩個專線的一個電話 民眾如果說你有綜合所得稅上面任何問題 那都可以來用打電話來跟我們詢問 是 所以其實有任何問題 用問了就好嘛 對 我們的這些稅務專家 他們都很熱心的 而且會很貼心的 好好的幫你交會為職 我覺得你們都要很有耐心對不對 對 真的是太複雜了 其實之前採訪分局講的時候 我也聽到不啥啥 我也覺得連我都聽不懂了 我的觀眾怎麼能聽得懂呢 那所以我們一定要讓大家更簡單明白 確定的知道有哪些的辯明措施 方便使用的方法 讓大家完成這個國民陰境的義務 跟責任可以更加的順利 所以這個提供大家 在家裡要自己上網申報 也方便多了 有任何問題也可以撥打國稅局 會預計證所的這個諮詢專線 會有專人問你來做解答 好 那這個是以上呢 剛剛談的都是一些經典的一些變更 或者一些新的措施 那接下來就是跟大家進入了 我們相信應該節目播出的時候 應該有一大部分的朋友 收到了歲額試算同事書 花蓮的比例算高吧 我們大概在 歲額試算的比例大概有六成到七成左右 算很高囉 那今年度呢 這個歲額試算的比例 又比去年度多了七千多件 哇 所以很高 所以歲額試算的民眾 越來越多人能夠 使用這個歲額試算 是 是什麼樣的資格條件 才可以收到這一張稅額試算同事書 那就是所得比較簡單 換句話說你的所得 如果說是屬於扣角的所得 或者是國稅局可以掌握的所得 比如說小規模的盈利所得 我們國稅局 因為國稅局核課的盈利所得 所以我們可以掌握像這種簡單的 那還有就是說你的扣除額是屬於標準扣除額的 那你沒有什麼執行業務所得 你也沒有什麼財產交易所得 那這些因為這個都是事後需要重新核算的 所以就是說這些的所得都是只是扣角部分的這個所得 像這種的話 那我們國稅局大部分的這個都能夠 就是說我們會 這些民眾大部分都是符合歲額試算的 所以我們就會寄那個歲額試算通知書給民眾 所以如果收到歲額試算通知書的朋友們 也是很幸運的 表示很簡單很方便很清楚明白 所以國稅局幫你算好了的意思 可是呢幫你算好了 我們收到這一張歲額試算通知書 有很重要的動作必須做 不是收到就算了 這部分請我們的葉主任跟大家提醒一下 好的 如果民眾今年有收到歲額試算通知書 那請你要仔細核對通知書的一個內容 如果說你核對無誤就沒有錯誤 那你也同意這個試算的一個結果 那今天你收到的時候如果是屬於繳稅的案件 那你就依照歲額試算通知書上面的因納稅額 在6月30號以前繳納完畢 那就算是完成申報 那如果你今天收到的是屬於退稅案件 或者是屬於不補不退的案件 那這個部分你一定要上網去登錄 一定要記得去回覆確認 那回覆確認 對 回覆確認其實有很多種方式 那你也可以登我們的財政部電子繳稅服務網站 去線上登錄確認 那也可以用書面確認 也可以有一種是語音 對 語音的方式來確認 那你只要回覆確認之後 那你也是算完成了結算申報 如果民眾收到之後 他可能不同意這個通知書的一個內容 他覺得說他有一些可能扶養親屬要加 要加還有說一些什麼其他的要調整的事項 如果有這個部分的話 那就請這樣的民眾 可能你們必須要自行 在我們的結算申報期限之內 自行用其他種方式來辦你結算申報 是 所以 收到這個試算通知書呢 一定要完成回覆確認 不管你覺得有對的話就去回覆確認 OK YES 我接受 那如果你覺得不對有問題 那有問題那就要處理嘛 那你就看你要換別的方式 你覺得我自己算得比較好 國會舉算得讓我少損失了幾百塊 如果這樣認為的話 他可能就自己在另外結算申報 重點就是6月30號之前 一定要完成這個說的程序 一定要改好完成 不要忘記了 你不要說看到說 這個我不接受丟掉 不接受電到是不行的 你不接受電到 你還是要去找一個可以接受的方法 來完成申報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完成它 所以這部分是特別提醒大家 如果已經收到稅額失算通知書 一定要做確認回覆 如果不知道這是什麼看不懂 還是有疑慮 上面一定有電話 對吧 對 我沒有收過 可是我知道上面一定會有電話 對不對 有服務電話 大家就上面的電話問一下說 我收到這個單子 這個單子我現在要幹什麼 怎麼樣 可以問一下 確認一下 千萬不要拿著當作廣告垃圾紙丟掉了 千萬不要 給大家特別注意一下 寄出去囉 已經在你們的信箱了 趕快去看一看 好 那還有我們花蓮其實很幸運 也很幸福 我們在花蓮分局這個地方 我們有這個免下車服務 而且針對這個稅額失算 我們有很多的投遞方式對不對 這個分局長可以跟大家提醒一下 那因為剛才講了 稅額失算是非常方便的一個方式 所以也非常的便民 那我們花蓮分局在稅額失算方面 有做了一些的措施 那就是我們這個 在這個我們花蓮分局的一樓的地方 我們有一個稅額失算的一個專區 那這個專區我們有專人服務 所以只要說民眾拿著這個稅額失算 如果說我們同仁會幫你檢視一下 那你如果是屬於這個稅額失算的 這些民眾的話 我們就會有專人引導你 到我們稅額失算的一個櫃檯 那我們這個櫃檯總共有五個櫃檯 那換句話說我們有五個專門的人 來幫這個納稅人服務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這個我們花蓮的鄉親能夠多加利用 那如果說你有稅額失算的問題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到那個櫃檯 剛才講的那個五個櫃檯 那你可以問一下就是說 這個為什麼有什麼樣這個稅額失算的問題 也可以問的這個櫃檯的我們的服務區 那另外我們在這個辦公室的後面 後面也有一個是免下車的一個服務 就是得賴素車道 那民眾就是你可以就是說開著車 你這個免下車 你如果要交稅額失算的這個 來確認的書面的確認的回復書的話 你就可以利用我們這個免下車的 這個得賴素車道 那就可以來繳交我們這個稅額失算的一個確認書 那另外我們在我們因為今年我們很多的在戶外 我們在那個戶外有一個大一個撞篷 那我們戶外也有一個那個就是戶外的收件區 那收件區的話是不需要經過檢疫的 那就是給民眾一個方便 那本來是進來要 對 進來要戴口罩要量額溫 要檢疫量額溫 那在那個戶外的地方 我們也設一個檢疫的一個收件處 那民眾也可以到那個地方 就是把它投件 或是網路的一個附件 或是稅額失算書 你要確認的這個資本 也都可以放在 就在那個戶外的收件區就可以了 對 所以是很方便的 另外還有一個更方便的 如果你們家 你們公司 你們企業 你們社團的規模超過多少人 我們會有道點服務 這部分是不是我們北區國會局 可以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是 我們花蓮分局 也為了服務我們花蓮的鄉親 所以我們對於就是說 你員工人數 達50個人以上的 比較大型規模的公司行號 那麼你可以申請 我們道點輔導 道點 就是說還有道府來申報 那我們只要 我們會教你的員工 如何利用已註冊的 這個健保卡來加密碼 那你就可以在公司 這個就可以直接上網申報 不用去排隊 就可以不用到國稅局來 這個衛免這個人太多的一個影響 是是 OK 只要你的公司行號的規模超過50個人 其實我們可以號召50個人 就可以拜託國稅局來幫忙 是是是 好 所以可以就近 就自己在公司7月 就可以完成申報作業了 是是 而且專家旁邊遲到 不會弄得不灑灑這樣子 對 好 所以真的是 辯明措施是越來越多 越來越方便了 好 那現在還要再進入到一個 今年又有一個報稅減稅的新規定 這應該是小確信吧 方先生要先說嗎 好 有哪幾項 有三項 第一項的地方是薪資所得稅付的一個合理化 我們一般的薪資 就是說一般的薪資所得 我們是有一個定額 定額扣除是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的是扣除20萬 對於這個比較 所得比較高的人 就是說我們今年 你只要要減具一些相關的 相關的這些附件的話 你就可以按照你薪資收入的3%來扣除 當然為了3%的扣除 所以大概薪資收入 大概要667萬以上的人 高所得 對 高所得人 你因為成了3%的話 就是說他的費用來減除 是比較划算的 至於說這些費用3%的額度 就是比如說你因為職業上專用的 我們可以扣除 現在是大概有3項 那就是你職業上需要的一個服裝 比如說模特兒 那他們可能就是說為了表演 而需要的一個所購買的 或承租的這些的模特兒服裝 這是他因為職業上的需要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是屬於職業上所需要的工具之處 那比如說你這個理髮店 理髮店的理髮 那個理髮師所用的 他專用的他的那個理髮刀 那像有些歌星 他比如說上台 他有專用的一個麥克風 但是只有他自己一個人 這是他工業 就是說職業上的一個工具的資訊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你的訓練費 就是說你的那個進修的訓練費 所以這些費用加起來 你可以在你薪資所的3%的額度內 都可以合時的來扣除 那這是屬於薪資所的 我們一個更的一個二折一 你除了訂額或者是費用來列舉 這個兩二折一的方式 超過20萬哪個多就扣哪一個 對 那我們今年另外還增訂了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那就是一個為了因應 就是說你這個家裡有 或者是你送到養老 就是說自己在家照顧的 或是請人照顧的 或是你在機構安養的 這些的就是說有這個 需要長期照顧的這些的 那每一個人的每一年 就是一個年度 就是可以扣除定額12萬元 當然這個是有點排富條款 你的所得如果超過20萬以上的話 那你這個可能就不能適用 因為這有點排富的條款 或是你的利息 你的盈餘是已經超過 用列舉超過就是高利息 高所得的人 那這種的我們會有排富的條款 所以是希望就是讓一些 這種經濟比較中小階層 然後可是家裡又有必須支出 很沉重的長照費用 然後可以讓他們來扣 一個人可以扣12萬 12萬 所以還有排富條款那還好 所以這部分也是一個小確信 那第三項是不是 你葉主委跟大家報告 還有什麼 那第三項今年減稅的利多 第三項就是我們108年的基本 每個人的基本生活費提高到17.5萬元 提高了 那因為納稅者全民保護法 它有保障說政府 國家不可以對民眾維持 基本生活手續的費用去磕水 所以民眾在申報所得的時候 如果這個申報 獲得所有人的基本生活費 就是這個戶屬的所有人數 去乘以今年就是17.5萬 乘出來的這個基本生活費的這個總額 如果大於這個申報戶的免稅額 一般扣除額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教育學費 幼兒學錢特別扣除額 還有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 及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這七大項加起來的合計數的話 如果大於它那個差額的部分 是可以從綜合所得的總額中去減除 不用磕睡的 所以這對於 如果說你是扶養人數很多的家庭 其實是一個受惠程度是最大的 對 那因為我們今年基本生活費 其實去年是17.1萬 那今年提高到17.5萬 就增加了4千塊 這些比較特殊的減稅新規定 其實就是讓大家自己來斟酌一下 來看看哪一個對自己比較有利 自己精打細算一下 這個好像比較適合 我可以扣多一點錢 可以省多一點稅 你再來採用 那不懂一樣 我們有專業的稅務人員 可以給您諮詢 可以到現場可以用電話來問 都可以 或者是可以在自己網路上試一試 來自己來算一算都可以的 好 那我們剛剛提醒大家有哪些注意事項 報稅的期程 報稅的方式 那還有適合試算書收到該怎麼處理 還有一些可以減稅的小確幸之後呢 要提醒大家就是 OK 我申報完了 我要繳稅 繳稅方式也很多元吧 現在應該越來越方便了對不對 越來越方便了 以前是還要到零貴去付錢 現在已經幾乎在家裡 甚至於手機 都可以直接付費 對 行動支付 這部分就是請我們的分析長跟大家說 繳稅的方式到底有多少種呢 是 那我們當然這個繳稅方式也現在是越來越多元 那除了像以往的現金啊 那還有支票 那還有信用卡啊 這個的 那我們也信用卡 還有說你是晶片 那個信用卡還有你可以委託取款 當然的委託取款的話 你可以寫就是說 你可以線上去登陸委託取款 那也可以用紙本來寫那個委託取款書 但是我們就是在6月30號的時候 要記得民眾6月30號 委託取款一定要6月30號的時候 那個我們會6月30號扣款 這是特別的 然後另外我們還有晶片金融卡 晶片金融卡的問題 那你可以就是晶片金融卡 你可以到我們報稅的網站 然後去連結我們的APP 那今年除了這個行動工具支付之外 另外除了我們的 除了這個原來的這個 八大行庫的這個行動工具支付之外 另外今年又新增了像那個 這個中國信託 有私人銀行 那另外還有一些的就是說 一些的比如說那個台灣Pay 這行動支付工具台灣Pay TWallet 還有就是那個行動一些行動網 有一些的銀行的行動網 你的APP 你可以下載它的APP 那也可以就是用它的金面金融卡 另外還有一個活期儲蓄存款 你只要到報稅網站去設定你的帳號 那也可以 那另外今年又有一個新的一個方式 就是你可以到假如說你的是繳稅 它如果上面繳稅你是兩萬塊的話 你可以拿著你的已經註冊的健保卡 或是這個自然人評證 你到超商那邊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列印出來 那直接兩萬塊以下 兩萬塊以下 那就直接到超商繳稅 這樣也很方便 對 現在真的是繳稅的方式是越來越的方便又多元 所以提醒大家記得就是6月30號之前要完成申報要繳稅 那剛剛有講到一個所謂的6月30號這個數字 我們之前是5月份申報的話 我們如果是用帳戶去扣款 或是你剛剛講的許款條那部分 那是就是說你在5月31號之前要記得把錢存夠 讓它可以扣 那今年延到6月30號 所以如果你是透過你的帳戶約定帳戶 或是說我要麻煩你從我的某個戶頭扣 請你在6月30號之前戶頭裡面一定要放夠錢 不要叫人家去扣錢裡面沒有放錢 那就雨期囉 對不對扣不到錢就算是雨期了對不對 就超過了 那就不好了 所以提醒大家 雖然今年報稅申報的期限已經到6月30 那同樣的繳稅的期限也是6月30 請大家不要忘記了 該繳的錢我們還是要乖乖的去繳 那除了要請大家一定要繳稅之外 我們也感謝大家繳稅時有舉辦抽獎送禮物的活動 對不對 好吧 今年有準備了哪一些精彩的抽獎活動 可以請主委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今年也是因為新冠肺炎的防疫 所以我們鼓勵民眾要在家自行用網路來申報 所以我們針對這些民眾自行在家用網路申報 或者是你用稅額試算來確認的 而且你繳稅的話你如果用行動支付繳稅 那退稅你用直播退稅 這樣的一個民眾 我們舉辦了一個在家報稅增安心 雙重好禮大方送的一個抽獎活動 如果你是自行在家 不是透過我們國稅局的一個報稅據點來申報的 而且你是採憑證健保卡 或者是一個台灣行動身份識別的 還是你是戶口名不佳查詢碼的 來辦你網路申報 或者是以稅額試算來回復確認的 完成報稅 你都可以參加第一重的抽獎 第一重 對 好 那這個第一重的抽獎 從大的開始講 六獎開始好了 六獎1745名是商品禮券 或電子禮券是200塊錢 在網上五獎300名可以得到商品禮券500元 四獎有150位可以得到禮券1000元 三獎有六位可以得到禮券10000元 二獎有兩位可以得到禮券20000元 恭喜投獎商品禮券50000塊 對 其實高達2200多個獎項 對 好多個獎項 這是第一重而已 第一重 那第二重還有什麼 那如果說你符合第一重抽獎的資格 OK 那你的繳稅是用電子支付繳稅 那退稅的話 你用直播退稅的方式的納稅人 今天還可以參加第二重的抽獎 那第二重的抽獎 我們的投獎 就可以讀得 也有1萬塊錢 1萬塊 對 如果我超幸運的話 兩個都中的話 那我就有6萬了 對啊 我們有遇過這樣的超級幸運了嗎 還在等待之後 搞不好下一位就是您 今年度的可能就是您 所以在109年的8月份抽獎 這會不會請大家注意 反正就是 只要我們是使用這個 自行網路申報 或者是線上查繳 這一項 我們現在大家都鼓勵 鼓勵用上網 不要到現場去 那所以就有機會 可以參加這樣的抽獎 5萬塊 再加申報 再加申報 最後今年還要特別跟大家提醒 就是如果說我是到國稅局 或是預理計程所 去用人家的電腦IP去申報 那個就很抱歉 那個就不符合你在家申報了 所以建議大家開始學學上網吧 那個大哥大姐們 叔叔阿姨們 我們也學學看 沒有很難喔 我現在上網很方便 所以試試看 是不是在家裡 可以叫你的孩子 你的孫子來教教你 如何在網路上申報 這是很方便的事情 而且重點是可以參加抽獎 所以這部分特別提醒大家 有任何問題都不要客氣 一定趕快跟北區國稅局 花蓮分局 或者是我們的預理計程所 甚至於是各鄉鎮市公所財政客 來諮詢都可以對不對 是 最後是不是要做個叮嚀 分析長先 針對我們北區的朋友們 來做個小叮嚀吧 我們雖然說 剛才主持人也講過 今年雖然所得稅申報 雖然是已經 雖然有延後一個月 但是我們還是會就說 希望鼓勵民眾 早申報會早退稅 那繳稅一樣 我們是到6月30號為止 所以就是說這個繳稅的 不管是繳稅或退稅的民眾 希望能夠盡早申報 因為我們為了因應疫情 所以我們全部都到一樓的地方 那可能就是說民眾 可能有時候因為場地的關係 也許需要稍微稍作等待 那就請你耐心的等候一下 等候我們叫號機 那我們一定幫民眾服務到底 是 OK 那玉琳我們也呼籲一下 玉琳鄉親朋友 南區的 因為防疫期間 那還是在呼籲民眾多多的利用網路報稅 或者是稅額四上 也多多的採用線上 或是語音來回覆 那如果你真的選擇到我們國稅局 來現場申報的話 那請你善用我們預約取號 還有線上查詢 等待人數的這個新的措施 那就可以避免酒後 還有群聚感染的風險 是 好 所以提醒大家 雖然現在這個肺炎疫情 大家都很悶 可是該做的事還是要做 那我們的國家 也已經很努力的體恤大家的辛苦 所以已經把這個申報的期程延長 多延一個月 那所以請大家呢 我們還是要特別重視 每年必須要完成的 眾所稅的申報作業 一定要完成它 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跟我們的國稅局單位 來諮詢來詢問 那或者是有任何困難 也可以來請他們問問看 有沒有什麼時候 什麼方法可以來幫幫我 我相信這是沒有問題的啦 好 那今天謝謝兩位特別來賓 到節目中來 丁寧 特別提醒 那也感謝所有觀眾朋友們 您的收看 那我們下個節目主題再見 拜拜 時間很珍貴 所以速度就是關鍵 用憑證上網報稅 今年還新增免殺卡的 台灣行動身份識別 快又方便 也可用四大超商事務機 電印查詢碼上網完成申報 薪資所得可選擇 剪除三項特定費用 包括職業專用服裝費 緊求訓練費 職業上工具支出 政府用心 互互溫心 稅制優化再升級 一化的水最耐心